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打开央视频 搜索爱的明信片 预约直播吧 跟肖战一起传递冬奥精神 据说 直播现场还会送冰敦敦和雪融融哦 除了这个活动 再过两天 肖战作为奥运会学武官 再次宣传冬奥会 有朋友可能想问 奥运会学武官是什么名头 冬奥会 亚运会 肖战都是官方认证的推广大使 17号上午8点 肖战会出现在腾讯奥运报道幸运电台 为大家做冬奥会的播报 为冬奥会加油助威 有没有粉丝是肖战的声控 近日 在小月的新品发布会上 肖战几句简单的应答 就把不少粉丝见得酥酥麻麻的 粉丝们觉得耳朵要怀孕了 甚至有人评论 肖战这种不经意的聊人 特别戳人 超性感的 必须色一个 那么 冬奥会的新闻播报枪 声控的你还挺得住吗 还记得肖战口播如梦之梦的剧场须知 那声音温柔又富含感染力 小欣听到只觉得惊喜万分 当时 整个肖战粉丝圈都被那声音震惊 非常羡慕当时在现场的粉丝 如今这机会 简直是官方给粉丝送福利呀 不过 小欣怎么觉得肖战好像感冒了呢 在发布会上 肖战吸了好几次鼻子 你们有感觉吗 如果感冒了 还出来玩学 那么肖战也感觉太不懂得照顾自己了 妈妈分享牢的一百遍肖战 肖春生 吃药 加衣服 肖战用自身的影响力引导着大众的目光 聚集在运动赛场上 把自身的流量转化成一种正能量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冬奥 助力冬奥